传闻曾讲,各种药材摆在西林公子面前,他看上一眼,便可道出年份,产地,效用几何。 依曾有人言,听西林公子一堂课,堪比学一三载。 但是今天的西林公子不知为何,显得形势匆匆,枕脉,开芳,十分利索,尤为的公事公办,表情也十分肃穆, 一改往日的清河,让好多看病的人,心里慌慌的,都在担心自己的病,是不是连西林公子都觉得棘手。 人群中有人感叹,西林公子这是心怀天下,怜悯众生,不忍心让他们在这风雪中等待。 时人恍然大悟,随后,西林公子的形象在他们心里又高大了一分。 又是忙忙碌碌的一整天,一枕结束以后,小六的心像飞了一样,他顾不上吃晚饭,也顾不上身后跟着的暗指,听蓝。 但是,他顾得上用最短的时间洗了平生最快的一个澡,却在管不了头发干没干的问题,直接就奔着清水阵外的大海狂奔而去。 小六一口气直接跑到海边,拿出心爱的小海螺,鼓起脸颊,用尽平生最大的力气,使劲地吹了起来,就生怕这海螺的主人听不见。 小六弯着腰,气喘吁吁,像急了每次老木打他打不到以后歇气的样子,也幸好他现在多少算有点灵力了,不然跑这么远,真得累死他。 小六在心里无声地呼唤向流,眼睛眨都不敢眨地望着大海,等待的时间总是最漫长的,一分一秒,都仿佛像度日如年,一般难熬。 小六感觉他等了好久好久,终于看见漫天雪花飞舞间,有一九驱红尘室外客,踏雪而来,白衣如雪,白发如云,不沾半点烟尘,好似折仙下凡。 但是那折仙,一般的人儿下一秒却直接凭空消失,平静的海面,空无一人。 难道是幻觉? 小六大喊,香柳。 还是没有。 小六欲要拿起小海螺再吹一次。 熟悉又冷冽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 我在。 小六扭转身,就看见香柳身姿挺拔,似冰又似雪,满身孤傲,高洁地站在他身后不远处。 小六不管不顾地飞奔过去,整个人直接扑到香柳怀里,双手紧紧还住他的腰,再不想松开。 香柳的身体僵了一下,下意识地把人搂在怀里抱住,心脏也跟着快跳了几分。 香柳暗存,闻小六的举动,还真是永远都在他意料之外,却又总是那般自然,仿佛就该如此。 六个月没见到人,小六想象流响得快发疯了。 他把头紧紧地贴在香柳的胸膛上,静静地听他的心跳。 喷,喷,喷,跳得这么快是因为他吗? 香柳,我好想你,小六一边说一边还拿脑袋又往香柳的怀里蹭了蹭。 香柳,整个人有点愣住,心跳都仿佛露了一拍。 他想紧紧搂住怀里的人,想就这么把眼前人揉进自己的骨血里,这样他就能永远在他身边了。 但是,他又骤然惊醒,即将要缩紧怀抱的双手又无奈地缓缓落下,最终变成要把身前人推开的姿势。 但是,好吧。 某人抱得太紧,他推不开。 小六抱着香柳的腰部撒手,语气闷闷的,还带着恳求。 香柳,我知道你生气,但是你能不能让我多抱一回。 香柳放下手,锤立在身旁,没说话,只是目光沉沉地落在小六身上,既有深情,又有无尽的隐忍和克制。 罢了,他想抱,便抱吧。 过了今晚,以后便是想抱也抱不到了。 滴答,是水滴掉落的声音。 香柳,这才注意到,小六的头发,发尾还湿湿的,正有水滴徐徐落下。 香柳眼里的情绪开始变得复杂,他竟然还洗了澡,头发也没烘干,就跑出来找他。 闻小六,你就这么相信我吗? 香柳只能在心里无声地叹了口气,偏偏是在这个时候,他背负着义父的恩情,陈荣君的责任,肩上有着泄不下去的担子,遇到了他几百年里唯一的一次异样。 如果他不是陈荣君师,该多好。 如果他只是闻小六,该多好。 但是偏偏,香柳悄然运转伶俐,慢慢地帮小六轰干了头发。 小六突然就觉得暖乎乎的,脖子上,身上也没那么冷了。 他站直了身体,慢慢离开香柳温暖的怀抱,万分不舍地松开了手。 香柳立刻就向后退了两步,把两人之间的距离拉开,神情恢复了一贯的冰凉和冷漠,语气嘲讽的开口。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? 小六低着头,两只手指反复地攥着衣角,不讲话。 是清水镇回春堂的衣师闻小六? 还是冥满大荒治病救人的西陵公子? 又或者是王母新收的那个小徒弟? 香柳停顿了一下,面色更冷了三分,一个字,一个字缓慢地说。 还是轩元王的外孙女,号灵国的大王姬? 西陵九瑶 小六打断了香柳最后要说出来的名字。 他抬头看向香柳,使用灵力摧转神器柱炎花,恢复了女儿身。 模样显然就是香柳那晚,在玉山遇到的,陪她喝酒的那名少女。 小妖同样一个字,一个字,郑重其事地向香柳介绍自己。 我是西陵九瑶,西陵氏是我的母族,我和任何一方势力都没有关系。 如果你愿意,我也可以是一辈子的闻小六,我可以去陈荣君给你当医师。 这个瞬间,小妖什么都不想考虑了,如果香柳都不要她了,那她谋划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? 她是为了香柳而生,但是如果她为之奋斗的目标都不复存在了,那她奋斗的意义是什么? 她有神器柱炎花,可以随便变坏容貌,她变个人就能直接加入陈荣君。 如果香柳的结局注定是死亡,那她就陪着她过完这百年,然后陪她一起在战场上死去。 伴上,香柳却只是淡淡地说,西林公子给我们陈荣君当医师,我们怕是销售不起。 小妖急忙说,那我可以是闻小六。 香柳深深地看着眼前容颜清丽,光彩照人的少女,似是叹气,似是可惜。 可惜,你不是。 雨落,转身挤走,仿佛没有一丝留恋。 小妖用出全部灵力,迅速跑到香柳身边,一把拽住她的胳膊,恳求道,香柳,你能听我讲一个故事吗? 小妖有预感,如果今天她真的放向流走了,那她们两个就绝对没有以后了。 香柳有点意外地看着她,壮似赞叹地夸奖,真不愧是昊灵大王姬殿下,几个月不见,你这灵力恢复得倒是不错。 小妖也不管她说的真心话,还是假话,是真夸赞,还是假嘲讽。 反正她能感觉到,这个瞬间的香柳是没有那么生气的。 然后,香柳不生气的时候,她一般胆子都是比较大的,她由拽着香柳的胳膊,变成直接拉着香柳的手,找了个宽阔的地方,按着香柳坐下。 然后使用灵力升起一堆篷火,再坐到香柳身旁。 小妖看着燃烧起来跳动的火光,语气平缓,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,倾诉了起来。 我娘是轩原波,也是西灵恒,几百年前大荒内有名的西灵公子就是她。 至于我爹,不是昊灵王,而是以前赫赫有名的大魔头,赤臣。 她的名声,在大荒,大概比你还要差点。 香柳还是和以前一样,只是略有惊讶,却并不震惊。 小妖又继续说,我娘为了守护轩原,和我爹决战,同归于尽,阿碧和列阳都是当年,我爹找来,送给我娘的。 上次你让毛球引开暗卫,阿碧起了疑心,他们不是针对你,只是不想,让我走我娘未曾成功的那条路。 我娘战死后,我被父王送去玉山拜王母为师,可是玉山太安静了,我从小就喜欢热闹,所以我就私自跑下了山,又在侍女的口中知道了我不是父王的女儿,便再也不想回浩林去了。 然后我就一直在大荒内流浪,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,也不知道自己是谁,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还要担心身体的秘密,哪天被哪个妖怪发现,再被人杀了吃掉。